男人吸入了两颗蓝色颗粒 便开始狂笑不止 女人目瞪口呆 黑帮团伙也没忍住 老大看不下去了 一枪送她上了西天 女人露西无意之间 卷入了一场黑帮交流 再次醒来时 发现肚子里面 被缝入了几包蓝色晶体 黑帮准备通过她的身体 将新型毒品走私到国外 可就在露西登机前 遇到了两个小混混 一个小混混起了色星 对她动手动脚 露西愤怒还击 结果惹恼了她 一拳将露西打倒 然后猛踢她的肚子 小混混走后 露西痛苦不已 这几脚 导致了露西肚子里的包装带破损 药物迅速扩散到了身体里 露西突然觉得 自己身体变得很不对劲 她的眼睛慢慢变成了蓝色 身体也随之抽搐不停 整个人直接突破了地心引力 贴在墙上疯狂摩擦 最后直接飘了起来 此时露西受到这种药物刺激 大脑功能开发到了20% 而正常人的大脑 才开发到10%左右 当她再次醒来 整个人气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她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表情十分冷静 这时又进来了个小喽啰 也是冲着露西的美色而来 她走上前刚准备动手 结果被露西一秒制服 她拿起枪淡定地走不出来 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几人 然后拿起桌上的食物就开始看 试完后 再面无表情地取出肩上的子弹 然后找了辆出租车 直奔医院 路上她还能清楚地听到 行人打电话的声音 进入医院 中文的提示排在她眼中 自动翻译成了英文 她进入一间手术室 直径走到CT面前 看了一眼床上病人的情况 随后直接走到病人面前将她射杀 然后淡淡地说 这人已经没救了 肿瘤已经压迫到了大脑皮层和右侧脊椎 有人往我身体里装一袋子东西 我要你帮我取出来 一个女护士当场下晕了过去 医生说先给露西局部麻醉 露西说不用了直接来 于是露西一边开刀 一边给妈妈打电话 这将是她和家人最后一次联系 手术结束后 她走出医院 盯着路边的树 清楚地看到了树筋和树干的脉络 大脑的开发 让她的眼睛能看透一切是我 接下来在她脑子里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找黑帮复仇 她隔着门透视开枪 干掉了几名手 然后走到老大面前 拔出两把刀 瞬间插进她的双手 老大撕心裂肺地叫喊 露西用大拇指按住她额头两侧 读取了她所有的记忆 找到了剩下几包药品的线索 回到家后 露西打开电脑 用黑客一般的速度开始搜索信息 她搜到了全球最顶尖的脑科学教授 随后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 请求和她见面 教授虽然很好奇 她是怎么知道自己联系方式的 但并没有打算轻易去见她 结果露西的画面直接投到了她电视上 教授目瞪口呆 电视里的女人不慌不忙 对着教授的论文评论了起来 还说自己大脑已经开发到了28% 但是可能活不过24小时了 教授听得一愣一愣的 她又将自己的影像 投射到了各种电子产品上 教授这才相信她所说的话 露西说不知如何处理 脑子里不停迸发出来的知识 教授觉得 她应该将知识传递下去 就和生命一样 露西想了想 说我会在12小时后找到你 当大脑开发到30% 你便可以控制身体里的每一处细胞 比如随时换个发型 新闻里显示 露西因开枪射杀病人而遭到通缉 但她丝毫不慌 因为自己现在是真正的满籍人类 一只警犬察觉到了她 慢慢靠近 露西沾下眼镜 只是瞪了她一眼 就吓得大黄慌忙后腿 她拿出手机 从台湾打给了法国的警察 还没等男人发问 露西就直接说出了她的名字 然后让她拿起左手边的红笔 记下她说的话 警察一看 还真有支红笔 露西提供了违禁瓶走私犯资料 打算让她在机场拦住他们 她需要那些药品治疗自己 于是警察成功在机场抓到了他们 露西在飞往法国的路上 双手在键盘光速飞舞着 电脑屏幕上的代码完全看不懂 行云流水的操作 惊呆了一旁的大叔 此时她已经掌握了 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知识 大脑已经开发到了40% 露西喝下一口香槟 惊讶地发现自己掉了一颗牙齿 随后一声咳嗽又掉出来三颗 她的皮肤在渐渐褪去 等她跑进厕所时 手指已经消失了两根 她的脸也慢慢消融 露西赶紧拿出包里剩下的药物 开发到了50% 露西从病床上醒来 刚走出去 就看到一群警察拿枪对着自己 露西对男人说 我要跟你单独谈谈 结果却被她命令举起双手 看来男人还没有弄清自己的处境 露西抬起一根手指 周围的人就纷纷倒下 只剩下唯一清醒的男人 让他带自己去取剩下的药物 此时所有人手机发出的电磁波 在露西眼里都一览无虞 她直接从里面 挑选出了自己想要的对话信息 监听了黑帮老大和手下的通话 得知了药品位置 露西得在黑帮老大之前赶过去 于是她将警察推到一边 坐上了驾驶位 再单行道疯狂逆行 另一边黑帮已经赶到 射杀了所有警察 直接开始现场跑度取样 这时露西及时赶到 女人只用了一个眼神 就让眼前的男人卡出了半户 一道透明的空气墙挡在了她面前 手下刚准备开枪 武器竟然全部飞到了天上 他们又排着队上前近身波动 结果连女人一根毛都碰不到 露西就这样静止走到了男人面前 慢慢地拿过箱子 男人也不想轻易交给她 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 全身无法动弹 恨得她咬牙切齿 露西拿着剩余的药品 带着警察见到了那位脑科教授 她的大脑已经开发到了60% 她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 决定将自己脑子里的知识 传递给全人类 她将细胞的奥秘告诉科学家们 还将手变成了各种形态 几位科学家像小学生一样看着她 露西还说到一加一其实并不等的 那只是人类自己的认知 这个世界不能用数字来衡量 决定一切的单位是时间 假设一辆汽车无限加速 那么她就会直接消失 听得教授露出了崇拜的目光 此时黑帮老大已经率小 杀到了这里 只为了亲手干掉露西 露西打算一次性吸收所有的药品 强行让大脑开发到100% 警察在外面帮她挡住黑帮 随后露西瞬间吸收掉了所有药品 她的嘴里 忽然喷射出一道七彩光线 此时她大脑已经开发到了70% 露西的手臂开始慢慢变黑 手指的黑色物质向四处迈 吸收了周围所有设备能量 她的大脑很快开发到了80% 一下子将科学家那儿 拉进了一个白色的空间 还在这里面创造了一台计算机 她的大脑开发到了90% 现在的露西已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一声爆炸 让露西瞬间穿梭到了巴黎铁塔 接着又来到了美国的时代广场 她挥挥双手 时间暂停 再一挥手 时间快速流动 她看到了眼前建筑不断叠脸 居然一下来到了蒸汽时代 接着又一挥手 她看到了生活在地球的原始 还有侏罗纪时代的孔 又看到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原始 她的名字也叫露西 两个露西将手指触碰到一起 突然她又沿着时间长河飞出了地球 地球毁灭的景象出现在她眼中 露西大脑已经开发到99%了 她身体的皮肤开始蜕变 黑帮老大来到了她面前 露西体内的细胞开始不断融合 就在她准备开枪的那一刻 露西所有细胞融合为一 直接凭空消失了 椅子上只剩下一件衣服 此时她的大脑终于开发到了100% 黑帮老大气急败坏 随后被赶来的警察射杀 此时露西制造出来的计算机 缓缓地递出来一个U盘 教授取了下来 里面记载了人类所有的知识 那么露西去了哪呢 警察手机响了起来 她打开一看 屏幕闪出一句话 我无处不在 原来露西已经和宇宙融合 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人类的大脑真的能开发到100%吗 我们下次见